亚国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的体门不要多人作师傅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所以批评这些领袖的 其实你想想那些人在批评谁 这不是因为我意气用事说出来的 这些如果我意气用事 我应该是96年的时候就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会现在在自转才慢慢和大家分析呢 因为如果不是自转的话 就像主人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和你们分析 但是如果现在坦白说给你听 就是我内心的思维 很多时候是在思维当中和神沟通 神给我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自女行间当中 我一透露这些人的信仰 和我对他们的看法 很多人就看这个是骄傲 但是其实如果这些人是这样 他以为自己是批评 但是其实他们是论断 但是我都一说再说了 圣经说到一个人论断 是一定会落地狱的 因为这些人哪有资格 哪有吸数 是可以听神的声音 去到这个阶段 这些人可能可以跟着这些牧师 可能跟着几十年跟着死 都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如我所说 我短短几个小时 可以知道将来几十年 甚至离世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这个完全是恩典来的 而这种思维方式 再加上我能够知道别人的结局 事实上也是因为用这个方法 导致我在千万条道路 千万种的讯息 千万个题目当中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去找出神的时代计划 去选择到神其实要我讲的东西 是不单只讲中的题目 还要是指定的时间当中 去完成和开始这些题目 所以听到我们过去二十几 至三十年里面 我们每一次的如月节 都会真是神让我们 无论在信息或经历上 都气球营生的 那个不单只是讲对的讯息 还要讲对的时间 你才能够能够到如月节 那你想想 一个是为自己而活的人 哪有可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一个完全有生之年 都没听过神的声音 都不知道神是谁的人 又怎样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次这些讯息 如月节这些突破的讯息 其实是有血有泪的 所受的攻击 真的使得我们成为弱失民重 但是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过程 才有下一次的 上年过程才有下年 下年过程才有再下一年 而我们教会接近三十年历史 就证明这个事实 所以我就希望真的在自传当中 去否则在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神是怎样带领我们 是为何会跟其他教会不同呢 不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牧师 我接触过他们 也不是说我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我有沟通过 不是说我没有选择过他们所走的路 但是我不需要用一个错误的方式 错上加错去行 我只要向那个方向去想 神就会给到结局 而结局到现在 是证明当时我所收的 是百分之百来自神的声音 因为唯有他才可以知道 这么多的牧师 他们的将来 我说的是牧师 关于他们的将来 还要整班整班的 那肯定只有神才知道 他们是神的仆人 对不对 而并且能够知道这么多年 所以为什么我在主日信息当中 我能够这么肯定很多的东西 因为很多的题目 不单止信息 甚至连方向 语气 态度 我都求问神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分享 而实际上有一些 所以真的好像今次我借着这个 Jorgia和大家分享的这段内容 实际上太刺激了 所以主日都不会分享这一类内容 就是自尊能够可以顺理成章 让你理解 因为有了前文后理 各位大家听这个自尊听了一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步按步就班 你会理解我如何由一个评讯陀 去变成今天这样的光景 而事实上这个也是让你理解 但是当时 当我带着这样的思维 带着这样的背景 带着这样听到神的声音的那种初音 在84年4月回来的时候 我接触这么多这些牧师就绝望了 因为我见每一个牧师 我都会考虑 我照着他的方法做 但是头头碰到刻 每一个都会发觉 哇这班人真的 他前途一片黑暗 如果我照着他这样做的话 我根本信仰不会中老 当我每次跟他们聊几个钟的时候 我脑里面 我思想里面不断问神 我照着他这样做好吗 我可以这样做吗 但是问题一个只不过 让我知道就是 香港好像一条绝路一样 很多牧师如果我照着他这样走的话 真的肯定有各式各样的就座 因为就如这一支经文所说 神是要求这些负责人 这些做教导的人 标准更加高的 所以神的审判是更加大的 所以当然了 第一个我最深刻感受到 就是陈公展 陈公展他最后的结局 真是如我当时所料 不是我刻意猜到他 我不是靠鼓的 全部都不是靠鼓 全部是靠听神的声音 所以变成了在当时的四个月 可以说由开始觉得 就是头一个月最主要探访 真道教会 应该是这样 个个都这么压制 要么就恨陈公展 要么就从当中分裂出来 个个带着伤口 但是当我一接触外面其他教会 就令我更加震惊 就是说 似乎绝望 每个他们都好像没有出路 当我和这些人谈的时候 他们前面好像一条信仰的死胡同 当然有些他们根本在跟我谈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现 他们已经发现自己的侍奉 是很绝望 很停顿 但是我不是凭他们口所说 去观察他们将来 我是凭神口所说 去观察他们的将来 而我知道我不能选择 是类似他们这种的选择方式 而我就带着这份的绝望 这份的失望 在84年8月底的时间 又是我生意的时间 即是84年大概9月左右 9月1号左右 就回到加拿大 实际上我在香港 我在84年8月底 就去筹备回去 我庆祝完那次的生日 就回到加拿大 所以变成我两边都有帮我庆祝 香港有帮我庆祝 过去那边有帮我庆祝 但是84年9月 就真真正正是神 让我理解了 问题其实是多大 而让我能够 有机会在加拿大 一个可以说 隔离了的地方 重新去沉思思想 其实我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信仰的黑洞 就是香港这个 属灵的沙漠 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我们兄们 不要多人作师父 因为晓得 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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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心忍 愿意无罪我 愿我一生无尽是否全被吸引 无作父神无音 心自奉与主接吓 愿我尽我尽致面 愿我尽负神一生放下悲恨 每日情报外交唱出阴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